我搞不好我当你们妈都当得过了 我在想 对 那一个妈就坐在这里 跟你说说娘妈 你们慢慢吃蛋糕 太好了 你看我的演讲 我的演讲还有那个蛋糕可以培 太好了 好 那你们有看到这张照片 在那个facebook上吗 有 没看到了举手 那我的主题是什么 蛤 都没有预兴 你看都没有预兴 对 好 有 有 受信 来 放轻松 尽力做 各位朋友 Speak English Take Easy 我的英文不太考虑 没有关系 你就说放轻松 然后努力做 OK 没有开玩笑 就在这里嘛 Do your best Do your best and then take easy 然后就是放轻松 然后尽力做 那这张照片呢 其实是在我 12月30号 我有一个在劳工局的 一个数位音乐魔法师的班 结业之后呢 在劳工 劳工公园呢 我们在那一天 你有没有看到这张海报 跟这里一样 对 就是那一天呢 我们刚好就是 结训的报表会 然后我的狗狗叫瑞瑞 我是跟他相依为命的 那其实我上半场来不及 参与你们的过去 因为我跑去跟家人聚餐去了 因为我觉得家人很重要 所以我不愿放弃 所以我就跟月亮讲说 对不起 虽然我很想听你们 我想跟你们分享上半场 可是因为 礼拜六是我们家庭日 所以我刚开始 跑去吃大餐 结果去的时候塞车 因为灯灰 回来又塞车 所以我刚才到不久 那这是我的狗女儿瑞瑞 那我自己 我是 我的娘家就在这附近 连城区 可是我后来结婚后 去到台中 然后住了二十年之后 前阵子 三年前那个 脚断了 车祸 然后三年前 被我搬回来 那我去的时候是结婚去了 回来之后是自己回来的 那你就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那个没有关系 对 然后我也没有生baby 所以这是我的狗女儿 我有三只狗 叫豆瑞瑞瑞瑞瑞 他是老儿 OK 这是画家厂 那么 那个给我 好 我 我很污的正业 我是我零年代 撕子坐A型的 然后我之前 在现在的中央 Interverted 那个城市包 Affand 你知道吗 城市包 Affand 那你现在在垃圾 我之前有一间叫EZ life 简单生活的《 cap 1木令》 因为后来光光举到垃圾 我就收起来了 收起来之后 我就跑到这里来了 我在台中的时候是一线数文音乐工作的负责人 然后也是MUMA MUMA就是 Music Maker 的数文音乐师资认证中心的行长 我也是台湾澳福音乐教育 ORF是在德国 就是澳地地那边的一个全世界的教育系统 我在台湾交响乐团 我是主持评审舞台总监编曲 我之前在台湾游客大师之前叫台湾家专 后来叫做剂院男女剂院台湾游客技术学院 后来现在就改成台湾游客科技大学 我在音乐系跟幼保系当专举讲师 然后我也在高音大文发系 现在叫做文创系 还有数科大的动游戏教影音配乐 然后在我就是当一些什么长什么长什么长号 那之前我也在洋华财团当洋华的讲师 张秦远跟简定的那间考官 张秦远还有KHS就是代理的满汉工学舍 对我知道的 所以你们可以知道我是蛮博物正业 就是其实我的本业是音乐 但是我也因为可能是我私自做 所以我会很多 我不告诉你们这些 不是在炫耀啦 是因为我要告诉你们 为什么我在这个Easy Player 能当CEO 我为什么会音乐老师跑来当一个管理者 OK 我们公司叫做意义丸仔 我翻太快了对不起 怎么那么快 没关系 我们公司就在那边而已 对面第一间的那个玉城中心 不要再跑了 好 那我们公司叫Easy Player 是因为我的东西都是要Easy 像我的书叫Easy创作书音乐 像我的那个程式工厂今天叫什么 考你们 刚才讲Easy Life 现在我的公司叫什么 Easy Player 对 因为我今天的主题叫什么 Take Easy 要把Easy拿起来 没有 其实我还要讲的是五个E跟五个Q 给你们猜好了 好 你们已经知道一个E叫Easy 对不对 第二个E呢 不过来什么 乖乖想英文单字背的普通 快点 我的时间前背有四十个比较 口十个路边 很了解 快点 一个E叫Easy 第二个E呢 像我现在这样就叫什么 我现在这样 Bipo 拉倒进去 好 第三个E 快点 表演一下 然后表演一下 我是当老师的 所以我从事什么工作 Education Bipo 然後那一口子都跟進去打 再來 第四個意思是什麼 來 就是我們現在在數位內容嘛 那我們都一直要用到電腦什麼的 E-mail Engin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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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電之類的 好 然後第五個呢 Economics 我自己先講 就是自己的 因為我怕你們看掉我太多時間 對不對 也就是說我們做任何事 就是給它easy一下 然後但是也要enjoy在裡面 如果你只是easy沒有enjoy 也不行 但是你會一直easy一直enjoy 你沒有education也不行 你還是要有內涵的 然後再來呢 因為時代進步太快了 所以呢 你沒有跟電子連結起來 你沒有跟這個經濟商業連結起來 其實都只是空毯只是夢想而已 所以我的五一是這個 五Q 開始猜 第一個Q當然就是 IQ啊 第一個Q就IQ 第二個Q呢 EQ 第三個Q呢 FQ是相公平 好忘記 你就不要聽別當中 因為那是我自己想的 你的FQ 你的F是什麼 法什麼嗎 Finance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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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什麼意思我不知道 錢 錢嗎 財物 財物 也可以 那可以是你的Q 好不好 但我沒有這個FQ 那可以是你的Q 第三個Q是什麼Q 就做Q Quality 有在我的裡面 Quality 已經有Q了對不對 好 我們現在不是有高清版的 就叫HQ High Quality 我們做是叫高品質的HQ 然後呢 要有創造力的CQ 然後還有一個Q 是什麼Q呢 速度要很有效率的 Speed quickly 就是要有效率 SQ 好 IQ EQ CQ HQ SQ 就是我的5Q 5個E就是什麼 複習 Easy Injoy Education Electronic Economics 雲宝 大人那個課題嘛 6分都是6分 我的公司有5個團隊 一個是WannaQ 還有Muma就是我自己的書文音樂團隊 WannaQ是WannaQ 想要很Q的 想要很Q 對 但是他們有6個人 他們是有城市設計 有畫畫的美術設計的 還有那個企劃 遊戲企劃的 所以他們是負責我們公司的APP 動畫跟遊戲 我負責數位音樂影像配樂 Maya是一個舞台燈光音響 所以那天我們的發表會 舞台燈光音響就是他們去搭的 然後呢 Dolphin呢 他是翻譯了很多 他從此也是這裡的 另一個社群的核心人物 KIMU你們有聽過嗎 KIMU KIMU就是那個獨立開發的遊戲 我們上個月1月25到27 在這裡辦的Grobo Game Jam 我們都超好玩的 不過 因為不是我的事 所以我不講 好 那RAMUS是我們的一個歌手 也是一個DJ 我們這五個團隊 我們這五個團隊 組成一個Easy Player 叫做義力關在 容易又有利益 然後又有Play Music Play Game 叫做一顆娃娜 台語叫做一顆娃娜 OK 然後呢 接下來 我們都是就是老中青三代 我最老 五零年代的就是我 然後中生代的六零年代 有這三位 就是Gramus的Dark DZ 他是一個DZ 然後他也是遊戲企劃 那這是小羊 他是做舞台能光影響 這個是Dolphin 他是KIMU的核心人物 他也在很多學校 講電腦的課程 這個是我們最年輕的70年代 Wanna Cudely的Tony 我本來叫他今天晚上來 他可能下個 這是我們六位 就是有兩個城市設計 遊戲企劃還有禮書設計 好 剛剛看到的是一朵花五個團隊 就是我們公司的組織 然後這個Eleast Tree 就是在Account這個地方 長成的 他是以Account這個地方 當作泥土養分 然後上來樹幹 然後我們有產品課程跟 教學平台 那我們去年Tokyo Game Show 我們去了那個東京電玩展 我們去展了一款我們自己的 一款遊戲叫做Orbit 那是音樂節奏遊戲 所以呢 我們在我們公司前面有一個庫卡 這庫卡有英文跟日文 因為我們是去東京電玩展 這一款遊戲叫做Orbit 然後來試玩 我們就送他這個明信片 那這一款遊戲 我們會開發成兩個 一個是Free Download的 只有Day 1的曲子可以玩 但是我們背後會有一個音樂上層可以 就是我們那個音樂上層可以 讓會音樂的人自己把 用編輯器放進去 所以我們Free Download 但是那些音樂 其他的是要付費的 那另外一款是我們這個 數位音樂模仿師的作品 他是打包起來 20幾首歌的 音樂節奏遊戲 這個的話呢 是1.99美元 還沒有上獎 好 然後表演出數位的話 就是我們會做APP 還有那個AR擴增實境 就是結合那個 一般傳統的舞台 舞蹈戲劇跟音樂 那還有一些多媒體的出版品 那我們的課程也是很多 還有我們會打包 最後去做那個平台 OK 這是我們的Easy Dream 然後接下來 這是我們曾經做過 在2019年的那個 宜蘭的童晚節 大型的機台 戰鬥陀螺 然後再來呢 這個是那個 等一下也有影片會看到 齊心家音公司的新產品 發表會的時候 我們幫他設計三款遊戲 然後再來就是 呃 人舞的文化爐 還有橋頭的來路場場 我們幫他設計那個AR擴增實境 你們知道AR嗎 擴增實境就是拿手機 那你download那個APP 就可以 他可以幫你場域導覽 或者是講故事等等 那咦 跑回去嗎 OK 好 我們也可以開門 不用鑰匙 只用手機 用手機 叫DOKIN 那個我和你啊 沒有鑰匙的門 好 然後再來呢 就是我們還設計了一個卡牌 遊戲叫打狗風雲路 還有金門慢跑 這個都是結合那個觀光的 DACAU DACAU HERO是結合高雄的觀光 就是你會看到什麼 巴魯大樓 亞洲新灣區 金門就會看到什麼 那個 舉光樓 不忘再舉那些的 OK 然後再來就是 就是我幫飛天交囊的公司做一些APP 還有再來 好 去年的 好 好 跳過就算了 反正你們都眼睛看 這個就這樣 好 因為我們要看一個 我們要看一個影片 大概將近兩分鐘 好 這個是我們公司進駐在這裡 有三年的時間 然後我們每半年的一個 大致上的 嘿 趕快跑 趕快跑 跑快一點 跑太慢了 OK 我們會設計卡牌遊戲 剛剛都有稍微看過了 我們只是把它用一個白板 做一個整合 然後 我們三年後就會被趕出去了 所以我們要趕快獨立起來 從那個五月花變成那個向日葵 人經其采 一經其立 五經其用 像我這個可以廢物利用 五十歲的歐巴桑還在這裡講課 你看 好 最後我們來看一個 一個一分多鐘的那個影片 啊 對 忘記接 對 接聲音 OK 其實有的東西大家看過了 開大聲音這樣 在裡面 在裡面 在這裡 在這裡 這不對 沒有嗎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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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之前不要連說自己史上最武 這個剛剛看過了嗎 2009年 一覽童彎節戰鬥陀螺大型機台 然後接下來就是那個 這個是肯定憂火的拍拍樂用手機 然後親子遊戲 比如說海膽對海膽 海星對海星等等的 這是七星箱公司的新材料 上市的時候 這一季則會是我們幫他設計的三款遊戲 有一個很像 肖肖的有點像Candy Crash那種玩法 這些 這些都是他們的新產品的那個 好 那這是奧比特原來的以前的那個介面 就是比較東方的 那他的玩法就是根據那個 音樂的節奏你可以點旁邊 好 那有藍的 中的 跟容易的程度 那接下來是我在素德科大 上市位音樂創作跟錄音工程 跟那個 Kuto先生 跟副老師一起上的一些課 那這是我用的書 然後旁邊是我們的 DOFI他翻譯的 日文跟英文的 專業的 電腦的書籍 然後這個是 我們的MAYA 他在那個 萬年期 左營萬年期的時候 有表演 然後面配合那個動畫 然後我們有時候也會幫我們設計那個 立體的 3D 立體的舞台 Zeniella 然後這些都是MAYA做過的 各式各樣的 嗯 室內的 戶外的各種 展演 那這是我們DZella 這就是我的Easy Live 那邊 他是玩那個 DZella OK 就這樣子 你 他 我們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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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是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